第三个问题,弟子的母亲烧香拜佛,有时候也念念佛,但却反对弟子学佛念佛。 他说烧香拜佛是为子孙后代求富贵平安,求生西方太难了,没有人能做到,请老八字开始。 这个问题,你多看看往生传,多看看信徒圣贤路,你就晓得往生不难,要告诉你的母亲。 能把念头一转,他就能往生,千万不能让他障碍自己的儿女学佛,这个故事很大,这是什么? 断人发生毁灭,这个罪业很重很重,应当是带领自己一家人学佛,一家人成就。 所以这个在一念之间,学佛应当把佛教的道理常常讲给他听,他是属于迷信,对佛法有不所知,所以才会有这样的心态。